正是这位在座的卢之舟 卢大人 宋大人既然有如此癖好 那老夫就全当是瓦舍听戏 如何 卢大人的意思是 让宋某把这个戏接着往下唱 老夫就洗耳恭听吧 宋某定让卢大人心服口服 昨夜 有人撬开了竹枝县的坟墓 欲将其尸骨盗走 一并被钦差大人的官兵擒货了 大人 请您吩咐带证人上堂 带上来 究竟是谁指使你们夜到竹枝县一海 是卢大人让我们到的呀 是卢大人 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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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对本钦差解释点什么 大人 可否请出竹枝县的遗骸 请竹枝县 是 抬上来 不许多人 能吃到真实的 请出竹枝县 不许多人 方便出竹枝县的 依险县和箝头 女儿一路奔走 请来了宋大人 父亲 女儿为您申愿 为您报仇了呀 父亲 您在天之灵若是有之 您就看一看 这恶人的下场吧 父亲 母 母 鹰姑娘 请请 龙怀德 既然你也做过艳师官 来来来 请你下来 跟宋某一起艳艳 竹之县到底是不是死于毒 不要再艳了 竹梅亭 是老夫用毒酒毒死的 可他乃是自作自受 他要送老夫上断头台 可老夫先让他下地狱 这是天理呀 厚生可畏 厚生可畏呀 我出生卑微 厚心沥血苦心经营了 几十年的家业 被你这个出租茅庐的小子 全部给毁掉了 可 可老夫 死而无悔呀 你小子就算有能耐 可你还 牵点火候 你能从半年前的尸骨中 咽出中毒 但你能从一具胶尸中 验出她是怎么死的吗 哼哼 我知道那个小女人 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还识破了 往胶尸嘴里塞烟灰的伎俩 可那没用 我老夫今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孟良辰是老夫派上的 把她杀死的 一场大火焚尸灭迹 作为验尸官的宋大人 你永远找不到一丝丝的证据 一个没有证据的命案 即便是凶手服了法 可作为验尸官 留下的是终身的遗憾 竟凭这一点 我卢某 比你还提高办愁啊 卢大人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好 你不就是想看看你行刺灭尸的证据吗 宋母绝不会让你失望 这不就是验醋酒泼吗 让地面见红吗 那可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伎俩 听说你已经验过一次 就不可能再验了 宋某还有绝招 宋你上断头台之前 再让你掌一回见势 再让你掌一回见势 起来 钦差大人 请下命将人犯们带进来 把人犯带上来 走 跪下 看我如何招式你们杀害孟之线的罪恶 狐头王 是 点火 是 就算是这一腔热血 洒在雷城的山山水水 我也无怨无悔 我看那边 那边有个屁镜所在 去 人生 石被火焚尸 油脂溢出 随人体渗入泥地 用火烤灼 使渗入泥地的油脂 重新拌出地面 与烟灰粘连 死者被坟前的尸位形状 便由此重现 快看 你看 这就是你杀害我孟贤帝的证据 你要给我贤帝偿命 父亲 您找我 敌人节断育如神 苏无名判案神明 包文整 刚正不阿 还有你的公公 宋推官 神断出民 这些做了谷的奇才先贤 都曾经在刑玉神刊上 有过辉煌的业绩 留下过惊世骇俗的传世手笔 可如今大宋朝一位 明不见经传的奇才怪节 牛刀小事竟然震动了朝义 遭嘲之上 当着百官 不但他自己出尽了风头 还让为父也大微露脸 为父断言 此人实乃大宋栋梁之才 女儿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您哪 说了这么半天 就是想让我夸夸您 独具慧眼 为我挑对了夫婿对不对 既然女儿这么说 为父也不得不承认 此番没成 为父才亲眼领教了 什么才是神 宋慈音过梅城县迷案 剑下其功 被朝廷破格任命为 大理寺正六品主事 被派往外省 充任提点行御 他喜冤禁报 服粮惩恶 破了一桩又一桩的 疑难命案 成就了大宋提行官的 赫赫威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